現在要做的東西叫做歐姆定律 就是歐姆大哥做實驗 發現電壓跟電流成正比 這個叫做歐姆定律公式寫作V等於IR 因為歐姆大哥做實驗的時候 他用的是金屬導體 金屬導體在溫度一定的情況之下 電阻為一個定值 所以V等於IR的R是一個定值 所以電壓跟電流就會成正比 這就是歐姆定律 歐姆定律叫做電壓跟電流成正比 條件是電阻為一個定值 這就是我們的歐姆定律 我們有個動畫 這邊呢我們的電阻如果是固定不變的 我們的電壓如果越大電流就會越大 電壓越小電流就會越小 當然你也可以是電阻有變對不對 在同樣電壓之下電阻如果越大電流就會怎樣 越小就剛剛講過嘛對不對 電阻如果越小電壓電流就會越大 所以它有個一定的比例的關係 公司就叫V等於IR V等於IR OK 對你來講 V等於IR跟R等於I分之位意思是 是一樣的嘛 數學一向就變成一樣對不對 可是在物理上這兩個意思是不一樣的 它強調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當我寫R等I分之V的時候 我講的是電阻的定義 通過單位電流所需要的電壓 所以任何時候 你只要把當時的電壓跟電流帶進去 就可以求出當時的電阻一定可以用 把你所知道的電壓跟電流帶進去 就一定可以算它的電阻 OK 可是當你寫V等於IR的時候 你強調的是什麼 電壓跟電流成什麼 正比 好 條件是電阻是一個定值 電阻是一個定值 你強調的是它要成正比 當然對你而言 你們國中的時候在做計算都沒有差別 因為反正我們國中在講的時候 都假設它通通都遵守歐姆定律 然後呢就是你寫V等I什麼之類 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心動明白 寫這兩個式子 在內心中所要強調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也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會遵守歐姆定律 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會遵守歐姆定律 比如說二極體 這上面的照片叫發光二極體 它基本上它的電阻是跟電壓有關係的 電壓有關係的 並不是整正 像這樣彎彎的 你可以發現它是電壓越大 電阻會越小 它的電流山上真的就會越多 可是就算它不遵守歐姆定律 就算它不遵守歐姆定律 只要你把當時的電壓電流帶進去 比如說你就說老師我們看這一點 這一點電壓這麼大電流這麼大 帶進去帶進去R等I分之V 一樣知道這個時候的電阻 換一個電壓換一個電流也一樣 帶進去就有那個時候的電阻 所以我說我強調它叫做電阻的定義 任何時候都可以用 而我寫V點IR的時候 強調是電壓跟電流會成正比重視 注意它的條件是什麼 條件是電阻是一個定值不會改變 所以叫做不遵守歐姆定律 不是所有東西都遵守歐姆定律 但是我國中考試考你的時候 我國中問你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假設 我們的東西通通都遵守歐姆定律 不遵守歐姆通通都不處理 所以對你而言沒有什麼差別 你要被R給I分之V還是要被V給0 其實沒有任何的影響 只是你心中要明白 這兩件是一個強調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OK就請你把該背的公式備好